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数不得多于座位的六成 还有每桌不能多于八人 另外戏院学校这些场合 全部都要做一些管控 那么是从明天开始生效 为期14天要一直到7月24号 香港昨天是新增了42例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包括有34例是本地感染的个案 还有8例是输入的个案 此外香港这几天还新增了好几宗 跟学校有关的本地感染个案 那专家就忧心的表示说 香港每天都有好几宗源头不明的个案 而且都发生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场合 所以这种多点爆发的一个新的疫情的情况 非常令人担心 因为如果追查不到密切接触者的话 会让疫情更容易爆发 好 这是香港的疫情的部分 但其实另外一个大家还持续在震荡的 就是港版国安法 它公布了以后所产生的一些政治的效应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特别是要针对里头的一些争议 那么来跟大家来做一些深入的剖析 好 我们知道港版国安法引发了重大争议 那么根据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的研究员 吴建民他的分析 他认为港版国安法是在香港跟自由世界 特别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 那是等于是盖了一道柏林围墙 那么将来实施了以后 就是要切断香港跟国际的联系 那么所以吴建民认为说 港版国安法不能把它看作一部法律 它应该看作是一个北京对香港 所设立的一套政治压迫制度 它应该是一个国安建制 是以法律来作为论述的一个遮羞部 那主要原因是北京为了政权的关系 它必须让香港不再成为国际民主力量 进入中国的一个破口 它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那么这个当然也显示 内部的压力紧迫性非常的强 同时也可以合理推论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现在正计算打要打一场持久的 美中对抗战 那吴建民就分析 他说未来美中对抗 会朝向新冷战的局面 而港版国安法在香港跟自由世界 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之间 所盖的这一道柏林围墙 那么到时候会导致整个香港 被中国所控制 而如果中国的意图 不只是要关起门来 而是要把香港作为扩张侵略的一步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它把香港收拾了之后 接着就是要明确的建制台湾 那这个方法除了过去的一些 统战渗透的手段之外 很可能还会采取更激烈的一些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 港版国安法在机制上层层把关 北京中央的手是无所不在 而且罪名包山包海 布下天罗地网 遍及全球 好那么既然它可能建制台湾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研究 它的条文都写些什么 在前几集的节目 我们已经谈过了 包括第38条 所谓的常被管辖权 是把全球75亿人都当作 可以规范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也谈过第43条 有关所谓的台湾政治组织 包括在港的机构 需要配合港府提供资料 等等这些荒谬的内容 那其实整个来说 这个国安法颁布了以后 这个内容洋洋大观 那么当然是又彻底改变香港 但事实上每一条细节 都可以无限延伸 那今天我们再来接着来谈一谈 是第29条 第29条的立法 是非常非常的空泛 因为它讲的叫做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维吾国家安全罪 那其中的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说 它说通过各种非法方式 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对中央人民政府 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 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好 这个条文根据官方的解释 它讲的所谓的憎恨 它说并不是引发一般的憎恨 而是指造 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憎恨 那如果照它这个演绎 就所谓的第29条第五点 那应该它已经是另外一条法律了 也就是可以讲说是类似 要针对假新闻的这样一个法律 但是它的定义又非常的空泛 那么它可能引起哪些问题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来继续跟你分析 国泰艺术节 云门全球线上首播 7月18周六晚上8点 在国泰人寿 云门及公共电视YouTube频道 现时播出郑宗龙作品 毛月亮与林怀明舞座精选 地表最强艺术饗宴 与世界同步欣赏云门舞集 详情请上网搜寻国泰艺术节 网络看屋谁说只能靠照片 自己想象 现在信义房屋 强势推出全新进化 叮咚智能赏屋 720度全景浏览 2D 3D空间对照 3D变装 一键切换北欧 日式 后现代三种风格 看屋身丽其境 轻松开启你对家未来的想象 立即上信义房屋网站体验 好 欢迎回到姓名播客 今天再跟您谈 这个港版国安法 特别是在它的一个新的立法的 第29条第5点 说如果言论会引发香港 通过各种非法方式 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 引发港人对中央政府或者港府 产生憎恨 那这个就会入罪 那所以我们说引发对政府的憎恨要入罪 那六四死多少人还能谈吗 今天后面就继续跟你谈到 那前面讲到说 根据专家的一个看法 其实这个29条第5点 它已经是另外一部法律了 有一点类似是针对假新闻的法律 当然关于假新闻 国际社会近年来 也有不少一些与时俱进的一些法规 比如说像这个俄罗斯去年 他们就立法说禁止网站传播虚假资讯 而且惩罚发布这个侮辱国家 政府象征其他政治人物的一些材料 另外新加坡去年也通过了反假新闻法 说政府可以命令网站在虚假贴文旁边 警告移除 违法的话会罚款 而且要坐牢十年 那欧盟各国也陆续成立相关的法规 都比较偏向是所谓的这个仇恨言论 那这里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说根据第29条的第5点 怎么定义什么叫做真相 就是什么是真相 第二什么是虚假资讯 还有什么是造谣 以及什么是行使新闻自由当吹哨者 这两者之间的分别 坦白说完全就细于是政府的 有没有公信力 我们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六四好了 中国官方当时通过国务院发言人原目 所公布的是说群众总共死了23人 那之后官方就再也没有公布死亡人数了 而各方估计的死亡人数 从一百多人到上万人不等 那么每一年的六四之后 都会有一些新的影片被披露出来 就当年一些人所拍摄的里头 那么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 那么是不是你只要是讲了说 23人死的死亡人数超过23人以上的 这个就是虚假资讯 而且因为它可能构成的 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 所以它是可以入罪的 也就是说它是违反国安法的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 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说最近的新冠肺炎 或者说武汉肺炎 其实本来名称 也就是民间约定俗成 但是在官方的文宣之下 说你不可以再讲武汉肺炎 必须讲新冠肺炎 那我如果讲了引发 这个武汉肺炎 是不是也可以定罪 因为这个名词可能就照你讲会引发对政府的憎恨 那么会产生重大影响 那而且如果照这个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港版国安法的解释的话 甚至包括一些医学专家 比如说香港的著名的医学专家 袁国勇 那么他是一位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流行病学上的国际权威 他在这个之前也发表了好多篇的文章 那么根据疫情发表来做一些推演 那如果照现在这个中国官方对于港版国安法的解释 甚至可以来讲说你讲说有400多个样本 你就推算说可能有220万人被感染 那岂不是意味着14亿中国人口中有5300万人感染 那么这个当时这里头这样的一个推演 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统计学的部分 你要把它用绝对的量化来做比较的话 你就可以把说袁国勇的研究 他就是一个假新闻 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假新闻而已 因为他的国际权威的地位在文章发表之后 他一定会让更多人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政权产生的不信任 那么自然就带来严重后果 而且进一步根据同样的批评标准 你可以讲说袁国勇他是美国强有力的外援 他是遵从的是美帝的科学 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中国政府造成这种社会上 国际间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坐实了说 他是勾结外国势力罪 那就当然就变成可以入罪 也就是说在逻辑上 如果按照这个现在官方对于第29条第5点的一个说法的话 那么这个袁国勇这样的国际流行病学的权威 他在国安法通过之后所发表的文章 他很可能就犯了这个法 而犯了这个法 他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罪行重大的是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简单说 讲到最后就是说 任何质疑官方媒体 或者官方版本的说法的人 都可以构成违反国安法 而官方的说法的公信力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大家难道都不清楚吗 那就其结果就变成说 你一切都只能 官方说了算 那你就是嘴巴都不能讲 那以香港 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去设想一下 如果接下来的一些所谓的经济的分析师 他们对于经济预测 比如中国第三季或者今年的经济预测 他提出了一个跟北京中央国家统计局 不同的经济预测 那么是不是也可能会入罪 因为他也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国际监队 这个港府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或者说造成的这种憎恨的一个效果 那这种情况底下 那只好大家也不再预测了 什么都不敢说了 那这样香港还能够是一个金融中心吗 这就是大家对于这些立法的一个质疑 而这样的立法现在居然要从 原来说一国两制要垂范台湾 现在变成要规范台湾 你说大家怎么会心服口服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